启动 我们是在高速运动中 就是你起码是在跑动中去完成的 你这么慢悠悠的溜走过去 是完不成的 是没有启动的 是不用想的啊 启动是有点类似于本能的反应 就是说很快速的 我们突然一下的反应 就好比有个人在路上敲了你一下 然后他让你赶快跑 或者是说 你前面看到一个很吓人的东西 你马上转身回头就跑 就那种很快的一个动作 这个是一个本能的反应 其实我们打球很多时候 都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啊 所以为什么说要去练基本功 我们要去把动作做好 然后成千上万次的挥拍 正确的动作多次的重复 它就会成为一个习惯啊 首先我们要把那速度够快 启动的时机我们等会会说啊 启动的话 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脚尖垫起来 就这么简单 第一个要注意的脚尖垫起来 你脚尖站在地上 就别想了 不可能要启动 你这么蹬都蹬不出去啊 因为你就这么蹬 你怎么靠哪个地方发力呢 大腿还是哪呢 对不对 脚尖垫起来最基础的 第一个啊 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 膝盖不要站得直直 你这么站得直直的 也是没有办法启动的 膝盖一定要弯 微虚啊 不要弯成这个样子 有很多球友 重心是这个样子 就是让他弯 他就弯腰 不弯腿 注意所有羽毛球的重心 都是说腿啊 不是腰 你腰这样弯是没有用的 你腰这样弯 只会让你的重心更不稳 然后你自己脚也站不稳 球也打不稳 这样子 我们蹲下去以后 往前走跟往后走 都是靠脚尖啊 我们脚尖 前脚 就是说前脚掌吧 我们喜欢说脚尖 但是就是前脚掌 就是脚尖 它是蹬地发力 蹬地往前 蹬地往后 蹬地往左 往右 启动很高的话 是很浪费时间的 大家知道 启动就是为了快 是不是 你快的话 你如果再高 你掉下去这个时间 都是需要时间的 你这个时间 但凡慢了一点点 你万一这个球 就跟不上了 怎么办 启动 就不能这么刻意地做 我之前就有发过视频 我就有说 就是启动 千万不能是一个 刻意地去做的东西 启动 就是说不是能 不能这样单一地 刻意地去做 刻意可以刻意 但是你要再 融入在步伐里面去练 大家每次说启动不了 启动不了的 都是因为你就站在原地 你就这么 你就想这么跳 那肯定是启动不了的 我教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练习方法 打练启动的话 我们就原地小秘步 小秘步 很快地踩 很快地踩 突然一下 就是这个突然一下 这样 就这样突然一下 踩 用力地踩 然后往后上启动 走 就这样 就一步 就是这一下 启动就是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调整步 不是说它是整个的一步 没有跨出去的一步 它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调整步 这一下 就这一下用前校长蹬地去发力 然后往前往后 完成这个转身 这个启动 这样一下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啊 为什么大家很多启动不了 第一 可能是因为速度不够快 第二就是 准备这个动作都没做好 就像我前面说 这样的笔直 然后 好 我发球 我就想这么看球 继续走 那肯定启动不了 好 我们再来说一下启动的时机 启动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大家有的 看着球出来了 我们再去启动 这个肯定是慢了的 启动的时机就是 我们发完球 好 准备的时候 我们讲准备对不对 准备 对手举拍 举拍了 准备打球了 他举拍的时候 我们就要准备启动了 已经准备打球 他打球的同时 那个瞬间 你听声音 然后看他的球 往拿出 就要马上做出一个反应 这个是 比较重要的 就是大多数 球友打球 可能不会那么快 速度 所以这个留给我们的 反应的时间 就会比较长 专业的运动员 他打球 那个球速非常快 他就这一下 所以 然后动作隐蔽性 又非常好 所以你肯定会 不知道启动 然后脚也不知道 往拿跑 这个非常正常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 因为平时业余球友 打球都不算特别快 不特别快的时候 留给我们启动的时间 就更有 所以大家启动 准备的时候 脚尖一定要垫起来 垫起来 不是说要动 这个动的训练 是你平时练的 不是说你打球的时候 你发完球 这么去动 即启动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注意 这个时候 脚 大家看到我有一个 分开的工作 是不是 不要 不要一下分的特别开 这个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 就是说 分开的那个启动 就是说两腿 分开的这个启动 这个没有错 你启动的时候 本来就是正常的 会要分开一下 你就这么站着 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启动的 你是正常的起一点点 看到没有 看我的脚 从这里不是有根线吗 从这 大概就到这 就这么点点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 启动是为了什么 启动 首先第一 就是为了加速 然后第二 就是变相 瞬间的变相 我打完高眼球 然后我以为 对手要打往前 但其实他打到后掌 我就要瞬间去启动 去变相 这个 都是在 行进中去完成的 加速跟变相 都是一样的 它就是这 它就是这两个作用 然后但是 比较难练 就是 它是 而且还有一种感觉 就是打球的一个节奏 对方打球过来 然后他有的时候 慢 好 我们就可以 如果他快了 我就要跟上他的节奏 努力的用脚去跑 这个就是一个节奏的问题 它这个启动 就是从每一个小步伐里面 我们融入进去 融入进去完了以后 你把这个步伐跑出来 你的启动就自然有了 就是这样子 也可能 也可能慢 但是 它会慢慢有 它不是说一下 我就能启动的很快 因为首先 你腿上力量要够 你力量要够的话 然后你看对方的球路 然后你的能力去跟上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才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启动 它一定要跟步伐去练的 正常的话 我们启动的时候 就是说 正常我们发弯球 好 准备往前的话 可能会是 是往前一点点 但是没有很明显的 前后左右 其实 我感觉没有很明显 但是他们有的说 也有前后左右的 但是这个 没有对错 重点是 你能做出来 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这个没有对错 都可以练 都可以 就是 但是一定要注意 不要过于夸张 不要这么大 也不要这么大 然后大家要注意一下 启动蹬地的时候 是往 反拍这边 是右脚蹬 正手这边 是左脚蹬 反向发力 这个非常重要 右往前 去蹬 它都是反向的 不是说同侧的脚去蹬 而且 羽毛球都是 一个脚去蹬地的 没有两个脚 同时的 没有 都是一个脚 你看 往前正手 是左脚 好 反拍这边 右脚 头顶 右脚 正手 左脚 正手往这边蹬 然后 我们如果 接被动球 往前跑 跑到中间 我们要往后退的时候 右脚 蹬 因为左脚没有力 你这样蹬不出去 没有力 你跑到右脚去蹬 这样子 都是一个脚蹬 一定要注意 不要两个脚同时发力 同时发力 你重心不稳的情况下 你完全没有办法打球 羽毛球 重心一定要保持稳住 就是核心 这个躯干 腹肌 背肌 这一块 一定要稳住 准备动作 准备动作 我们两个脚 稍微 比肩宽一点点 手放到中间准备 手放到腰上 放到腰上准备 好 膝盖微曲 脚尖踮起来 右脚 比左脚 超过半个 右脚比左脚 超过半个 好 蹲低 重心 首先注意 不要这样前倾 后仰 都不行 就是 一会儿往下一点点蹲住 膝盖 不要超过脚尖 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超过脚尖了 稍微正常一点 我们就这样子 腰稍微弯一点点 就是腰秉直 肩膀稍微厚一点点 这样子的 腰是直的 不是这样hold住的 不是这样hold住的 腰是直的 腰这个地方 一定要保持是直的 没有hold住的时候 不管是接往前 再被动的球 都是一样的 起来的时候 腰都是直的 我们准备动作这样子 放松 手 放松 都是这样子 放松 好 这个姿势就是最方便 起动的姿势 前腕不要站着比直 弯下来脚 启动 走 我们就准备好 启动 走 一个脚 一个脚发力 不要很多 不要两个脚一起用 你两个脚一起用的话 你整个人会不稳 你看 往前 如果两个脚 启动 这个非常重要